7月23日,东京奥运会开幕是当天 东京塔下的公园里聚集了很多奥运志愿者 他们是在日华人以及来自中国的学生们 这一集讲述的是有关他们的故事 你们做什么工作啊,西云? 我在奥迪士大兵做イベント参举 那你去开幕去吗? 没有了,被删掉了 那你还告诉我一下,我在选手村 选手村? 这位是本期的主人公房小航 他是一名马术项目志愿者 这是中国的志愿者 原本喜欢动漫和cosplay的房小航 四年前为了学习漫画来到日本 之后受到日本舞台剧的感染 加上自己对舞台服装很感兴趣 于是报考了服装大学 几天前,听说房小航为了更好地完成志愿者的工作 去报名学买了马术 这天,节目组决定跟着他一起去看看 你好,你好,我是朱美亮 很多的观照 听说你是服装设计的吧? 对,服装设计的 哦,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吗? 对没有,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套 在中国买的一套店 哦,在中国买的? 对 哦 做计刑者 奥运的计刑者吗? 为什么报名? 就是报志愿者 第一个是当时20年的时候嘛 20年的时候觉得既然在东京 然后突然有个这个机会 就正常好 又不用再去跑其他地区啊什么的 然后当年觉得开奥运会的时候是大三 学习也不是很忙 也会有很大的时间 而且又在放假的时候 参与一下这种非常有意义的动物 就是活动还是很不错的 关系我们家 就是我爸妈也比较喜欢平方球啊之类的 哦 就是每次一到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家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那这次怎么聚在一起看? 没法聚在一起看 哦 叫云 云 云一起看 云看吧 对 啊 这个可以 这个点好 来到的是位于成田机场附近的 一个马术俱乐部 这里有两个可供练习的马场 从初学者到专业比赛选手 都能够在这里进行训练 俱乐部饲养的马匹 全部都是用于竞技 由专门的饲养员精心照料 房小航报名了日本的马术四级考试 除了需要掌握基本的马术技能外 还需要学习很多相关知识 这是肥膜的马术的马术 是個皮 kör的毛 是個皮屋淀化的大幅度 是三個牛蒸的毛 是個皮骨的毛 是個皮骨的髭 我是一直接着的 是個皮骨的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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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毛骨 就是瓶子 懶了 我认为如果是有没有 大体 200万 是 超えてきます 200万はいオリンピックに出る馬 馬用の飛行機あるんですか そうですちゃんと馬とかの馬が全部入れる 片道だいたい200万ぐらいですかね 召喚がかる 飛行機代200万ですか 1頭200万すごいねー 今オリンピックだから世界中から超一流の馬が集まっている そうですね今週から入ってます えぇー おー ふぇいふぇい 羊まん かっこいい ありがとう 接下来是技巧練習環節 僕が立つ座るしましょうって言いますので そしたら今の立つ座る立つ座るを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はい じゃあもう一回波足出します 今天是練習四級的技巧内容 在這之前 房小航已經考取了馬術的五級證書 じゃ いきます あいでは早足進め あいではタッツ座る タッツ座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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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そうそう タッツ座る 就美女のチーマー 挺好看的 えぇーになる すごい タッツ座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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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完璧です おー 完璧でございます これ いつ頃乗られてたんですか? 前は 3、4ヶ月前かもしれない あ 本当? すごい ちゃんと覚えて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いい感じですよ はい じゃあ ケア足進め で ちゃんと自分で誘導しますよ 很快 房小航就掌握了 之後兩天的課程内容 リズムいいよ タッツ座る 手上がんない タッツ座る あ わてないで タッツ座る おー OK いいですよ 褒めてあげてください 完璧じゃない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こまでできるとはちょっとごめんなさい 思ってなかった ちゃんとできてるので いいと思います はい おつかれさまで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おつかれさま 很舒服 我沒有想到 跑起來的感情 はい 第一次跑? 最後一個 掛け足 うん 掛け足 最後一個 第一次跑 這 騎馬 哪裡好玩? 不是騎馬 這馬術吧 你坐在上面之後就感覺非常有意義了 是嗎? 嗯 從上馬的那個動作開始 我就覺得自己很帥 對 然後坐在馬上之後身高會高了一大截 然後可以跨過那邊那個欄杆 還有那邊那個草坪那個地方 然後直接往到更遠的地方 然後等馬跑起來的時候 你感覺耳邊會有一些風過去 然後感覺很舒服 7月初 房小航參加了志願者的培訓活動 一天的時間裡 讓他更加切實地感受到了奧運會的臨近 OK 可以 可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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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開吧 我開吧 可以 哇 帽子也穿 就是戴一下 中間二面 這邊 上前 這種 腦子出來了 對吧 所以我帽子連吊牌都沒有拆 然後剩下的我覺得還好 這一次還可以 他被分配到了醫療輔助團隊 負責現場觀眾遇到突發情況時的急救工作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雙手交叉 然後這樣垂直的這樣往下按 你做一次 然後感受一下 感受了哈 哇 不行對活人做 對 不能對活人做 挺危險的 然而由於疫情擴散 日本政府一直在猶豫是否禁止觀眾入場 當節目組再次遇到房小航的時候 他帶來了一個壞消息 結果晚上他就給我發了一個短信 太可憐了 因為無觀眾 取消了 他的救援者的工作 我的心在痛 你插了一道在我的心口上 我快哭了你知道嗎 哭了 我準備了好久 我之後又自己在家練了一些 就是之前我說的那個 這個我又練了好久 全都取消了嗎 全都取消了 所以你去不了那個 那我在看還有沒有其他隊可以參與到活動 如果參與不了的話 那就只能和大家一起拍個照去念一下 對 對 對 其實跟大家拍個照而已 幾天後 日本媒體報導指出 取消志願者工作並不正當 奧委會的處理方式也有問題 這則新聞讓日本網友們炸開了鍋 最終 直到奧運會開幕式當天 房小航仍然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你對這次奧運的感受是什麼 雖然很亂 現在雖然才剛剛開始不知道後面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希望大家能 共同努力克服這個難關吧 然後之後希望那個北京的22年的冬奧會 也能吸取這次的經驗 因為誰也不知道22年的時候疫情會怎麼樣 但那個時候如果能吸取這個經驗 將下一個奧運會 冬奧會辦得更好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事情 你對那個冬奧會很期待是吧 對 因為我也申請了冬奧會的志願者 是嗎 對 現在冬奧會的志願者還有沒有 就是成不成功 還不太清楚 但是申請了 希望可以有機會在國家 在中國也參加奧運會志願者 幫一頓忙吧 感謝像房小航一樣的眾多志願者 在背後的努力付出 同時也期待接下來的奧運比賽 帶給大家更多的精彩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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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會玩的 我會玩的 謝謝大家